法國外亞維農藝術節 今年台灣有四個表演團體演出 有法國父母為了帶孩子看台灣的偶戲 專程開車從巴黎遠道而來 另外還有走這個非傳統路線的馬戲團 另類的表演方式也獲得不少觀眾好評 今年台灣獲選的四個表演團體 在外亞維農藝術節的國際舞台上展露頭角 其中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此次演出的劇目 魯拉魯先生的草地 是改編自日本繪本作者伊東歡的作品 除了主角魯拉魯先生是一尊木偶外 其餘的動物角色都是以幾乎未經雕飾過的 自然素材組成 像是樹枝 稻谷 枯葉等素材 全劇沒有對白 以獨特 詩意的敘事手法 及操偶師靈活的控制木偶 操弄自然素材 模仿動物叫聲來呈現表演 讓台下的觀眾各個看得目不轉睛 猜想這個角色是什麼 增加互動樂趣 甚至有法國父母帶著小孩 特地遠從巴黎前來觀賞 為的就是一堵這齣偶戲 獨特 創新的表演魅力 這齣戲除了魯拉魯先生是一個很明顯的偶之外 所有跟牠互動的動物 全部都是用自然的材質 可能是用木頭 可能是用稻草做的 而另一個表演團隊福爾摩沙馬戲團的作品 《一瞬之光》不同於一般傳統熱鬧和充滿特技的馬戲表演 而是用衣架 水桶 罐頭 清潔劑等日常生活物品 取代傳統雜耍道具 發展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馬戲 演員們表演時大多面無表情 動作緩慢 卻又表現古蹟 還有出人意料的橋段 例如現場微波爆米花 並打開包裝來吃 種種非典型的馬戲表現 反而逗樂了全場觀眾 導演寶布表示 他對於當代藝術中的現成物概念很有興趣 以此為出發點 決定把日常生活用品帶進馬戲 試圖透過物件與演員之間的互動 帶給觀眾無限的思考空間 那其實我對於當代藝術的一個所謂現成物 所謂ready made 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感到興趣 所以說這一次的合作其實是試圖把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所能夠看到的現成物 就是一些日常的用品 然後帶到劇場裡面 然後改變他們傳統的馬戲演員的一些身體使用的方式 這次在外亞維農藝術節上 各個團隊都具不同的表演特色 讓更多國際人士看見台灣表演藝術的創新 多樣風貌 台灣橫冠電視採訪報導 當代藝術中 就沒有危機 在這裡